什么 隔壁老王要生第八个孩子 你好 先生 进公司必须备他公牌 工作牌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早上出门太着急 我忘了带的 我现在就回去拿 这样吧 先生 如果你是在家离得太远的话 这边您签个字 签个字也可以让你进去一下 哦 在这上面签个字就可以是吧 太感谢你了 没事 干爹 你放心吧 这个经理啊 我给你做的明明白白的 你好 女士 进公司要带公牌的 你是干什么的呀 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保安 不带公牌就不能进去 要喝你个臭保安 还管起我来了 你知不知道 我可是你们老板花大价钱 请过来的海归 海归 老板都带公牌的 这是我的侄子啊 我喝你个下等人 你话还挺多 你个下等人管我上等人 你信不信 我分分钟钟上上下下把你给开了 你女士 你就真的不能走开 走开 怎么这样呢 刘总 这份文念 麻烦您过一下目给签字 嗯 小王 这是这个方案做的不错啊 就照这个方案去执行 好不好 行 你去买吗 行 哎 等一下 还有什么份误 刘总 咱们公司门口那个保安是新来的吗 对 刘总 怎么了 没什么 我总感觉他和之前的保安不一样 刘总 是这样的 据听说他以前是开服装长的老板 就因为经营不善 公司倒闭了 为了给工人发工资呢 把车子 房子 能点荡能卖的都卖了 终于发清了工资 没办法了 为了生活到咱们公司里来做个保安 哦 是这样子啊 那麻烦你帮我把他请进来 行 另外啊 让那个新来的经理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行 刘总 我也给你请进来 那你先去忙吧 不好意思啊 我没认出来你是老板 哦 没事 刚才啊 你做的很对 我们公司啊 就需要向你这的人才 我让你过来呢 是有个合同啊 想让你帮我看一下 老板 啊 经理来了 哎 你找我 啊 对 我找你 是这样子的 你作为咱们公司的销售经理 我们公司不是刚生产了一款新的裤子吗 来 你帮我把这个裤子的详细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哦 老板 这个裤子啊 因为我不是刚来嘛 最近也是老师陪着干爹 去红浪漫 我还没时间了解呢 行了 行了 你先到后面站着啊 看着 老板 阿姨 来 你帮我介绍一下 老板 这个啊 好像是咱们公司的新品 对不对 对 雪地索温库 防风防水 还能防油污 单向导师都透气的 哦 打开里面啊 你能看见 它是一个黑色的 穿起来啊 经典百搭还显瘦 这里还做了一个双眼皮 还能挑高 而且啊 修饰腿型 面料它是丝丝滑滑的 嗯 很舒服 不起球 不构思态 不掉色 我展示给你看 是不是一点痕迹都没有 而且啊 重要的呀 它是一个三防面料 防风 防水 还防油污 防水 嗯 老板 你不信啊 那我就展示给你看 你这里有没有水 有 有水啊 那我兜着 你来倒上去 你看水倒上去 它这个一点都不会渗透下去 怎么像高山流水一样的啊 对 还能回收呢 那 胆一胆 抖一抖啊 它就好了 对不对 干干爽爽的 这样到了冬天呢 下雨天 下雪天 裤脚就不会打湿了 也不冷了 还有保暖裤 主要就是看里面保不保暖 对不对 你把手伸到里面去感受一下 哇 这里面真的好冷和 因为里面呀 做的呀 是一个八倍亲肤的宝宝揉 这个宝宝揉呢 它柔软亲肤 而且呀 根根分明 特别密 特别细 你看这个越密越细的容啊 它的聚热度保暖度就更好 然后怎么揪它都不掉 不掉毛 也不掉线 做工啊 它也非常好 你可以看到 这个做工呢 是一体层型的 四叶开篇 一点小布料都没有 那这边呢 而且是四针六线 包边包条的 双色 还有只口袋 包括裆布啊 都是做了包边 你可以拉一下 看这个裆布 它是做了一个十字裆 你看 锁裆的设计 就是不管是您是怎么样的 大幅度的运动 跑步也好 或者是干活也好 这个裆布啊 它都不炸线 不炸裆 还有呢 腰部是做了加肝五公分的 是大肚男将军肚 穿起来也不勒肚子 特别的舒服 那呢 老板你看 我们这裤子 是不是跟普通裤子有点不一样 对 你看这为什么 这裤子里面搞两个黄黄的 这个黄色呀 它是一个特殊材料的保温贴片 这个保温贴片加在这里呢 就是外面的冷风进不来 里面的暖气出不去 能锁温 控温 保暖 能锁温 我来给你做个实验吧 来 这里我看到你有一个碗 对不对 我把这个一模一样的原材料 放到这个杯子里面 你闭着眼睛慢慢看啊 把它倒到热水放进去 你看什么反应 是不是一直在沸腾 一直在咕噜咕噜咕噜冒泡啊 把它抽掉 抽掉之后呢 它就会没有反应了 哦 这样子就是代表温度上去了 对 它是运用了空气动力学的原理呀 牢牢的把温度锁在这里面 这个就是特别保暖嘛 是膝盖暖和了 全身上下是不是都暖和了 对对对 那这个裤子 你一共是设计了几个词吗 总共有五个尺码 能从八十斤穿到两百多斤 男女童话 能从一米五穿到一米九五都可以 高支高密高弹的弹力特别大 你先拉一下 一二三 你看 是不是一秒回弹 三秒复原还不变形 那老板这个裤子这么好 您定价是怎么定的 这个啊 我们定价呢 要实惠一点 就定两位数吧 这么好的裤子 两位数吗 对啊 这个裤子 据我手之有七百多克 绒都做了五百多克 没事 我们就定价两位数 如果你家有亲戚朋友想买啊 让他们点头像进直播间 海报油 划算 来 来 听见了吗 哎 听见了 其实那些我都会 你都会 你作为一个销售经理啊 是属于咱们公司的高层管理 是不是 让你带个工作牌很难吗 啊 我不是忘了吗 忘了 忘了就可以欺负下属吗 啊 咱们保安在公司里面尽职尽职 你干什么 刚来公司啊 就仗十七人 啊 你全七人 下等人 你是什么人 啊 我是城市人高等人 城市人啊 城市人 你以后就不要吃农村人种的大米 你以后 就不要做农民工 盖的这个房子 啊 你家这些装修 我们这个地 都是农民兄弟 啊 打扫的干干净净 那你以后 连脚都不要踏上去 啊 我怎么感觉像你这种人啊 吃饭都浪费粮食 还有啊 嗯 作为咱们公司的销售经理 居然对咱们公司的产品 一无所知 整天跟你那个什么干爹 是不是 去洪南曼 啊 那是你一个女孩子家 该去做的事情吗 我知道错了 我一定回去 加倍努力了解这个产品 没有机会了 知道吗 我们公司不养型人 懂不懂 像你这种 以一代劳的人 我们公司供不起 现在 马上收拾你的东西 出去 老板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没有机会 滚 来 阿姨 我感觉啊 像你这种 尽职又敬业 而且对这个服装这么了解 在我们公司啊 起码要做一个经理 知道吧 以后咱们公司这个销售经理啊 就交给你了 真的吗 真的 你看 你为人又善良 又细心 是不是 而且又负责任 这份大娘 你来挑 行 老板 交给我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干 好 加油